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大德 各位爱华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想要用两个花契合在一起做花艺的创作 各位爱华菩萨首先可以看一下这个瓶 这个瓶它是一个四方形的方瓶 一般来讲我们擦瓶都会以有一点圆形的为主 这种方瓶比较少看到 那这个方瓶它也是蛮特别的 因为它上面有很自然的相思柴肴梢 有落灰 那我们知道一个好的花器 有时候它是要有个自然的落灰 还有那个火候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在擦花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边先欣赏这些陶器 那我想这个也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素养 所以各位看到像这样子有点落灰的花器 它一般来讲都很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或者有些留诱变化 另外我们用了一个这样的盘 那我们说花器它象征大地 象征池塘 象征琥珀 那我先在这个花器里面加一点点的水 因为我们既然把它象征成琥珀 所以我们需要是有一点点水的一个感觉 那我把它加一些些的水 所以其实中国的花艺最早起源在最早的滥伤 当时在汉朝的时候 那我们那时候汉朝就以盘鱼为大地 然后到了中国的唐朝的时候 当时书上就记载的 多是家人甲盘鱼为大地 书以秀以为真 丛林俱秀百惠真心 那他在这段的记载里面 在春盘复里面这段记载 就记载了当时用盘的一种方式 那今天我们因为有一只很漂亮的 这样的芭蕉 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去表现它 充分的去运用它 那这一只芭蕉因为它很粗 那我把它插下去之后 它的这个口几乎都快要被我插满了 那今天刚好我的手上 又有一只这样的一个 这个有点像马齿线 这样的一个花柴 它有点倒挂的感觉 所以我先把它放进去 然后我再把这一只芭蕉 这样子把它放下来 那这样的作品呢 我们可以表现什么样的感觉呢 两个一个 两个感觉 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去表现有一点点文人的插花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表现一种斜景的插花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以文人的插花来讲的话呢 我一边稍微转一下这个芭蕉 好 这个芭蕉呢 我让它有一点这样回飘过来 所以常常我都喜欢 有时候考一考我的学生 就是说看他们插芭蕉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空间的应用 那各位可以看到像我这样子在 这个芭蕉的这个树叶下 这边就会形成一个很美的空间 好 稍微把它再转一下下 好 那这样子呢 这个空间就很美了 那我让各位爱华菩萨先欣赏一下这个空间的感觉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在插座这个空间的时候呢 那就有很好的一个延展 而且就有这一片叶子带下来的这个垂态的感觉呢 它非常的好 那芭蕉呢 我们在夏天很喜欢它 那古人在古诗里面说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花已纷飞 春去了 所以当你发觉芭蕉大量在生长的时候呢 而且它叶片开始在抽长的时候呢 就是夏天到了 那芭蕉在夏天呢 我们称它为绿天或者称为绿扇 因为它整个张开来 就像一片很大片的叶子 很大片的扇子 然后再帮你扇风 然后呢 它叶子开得满 到处都是 然后你往上看 就觉得像天都是绿色的 绿天 所以有人称它为绿天或者是绿扇 所以我们说芭蕉开绿扇 所以感觉上 尤其是在炎炎夏日 一直到秋天的这段季节 你只要看到芭蕉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们今天用一只这样的一个芭蕉 然后加上一个这样倒挂下来的一个 这个马齿线类的这个植物 来做成这样的一个构图 好 那在这个部分 在这个地方呢 我来试一下下 我们用什么样的花材来跟它搭配 比如说呢 如果说我想要用一只这样的一个兰花 白色的兰花 我们看看它的效果好不好 好 如果说觉得它太小太短了 好 那我们试一下这一只 这一只有一点点绿色的 绿色的这个 石壶兰 看看一下感觉 好 我再换一个角度看看 好 我在这边加一个这样的一个石壶兰 来跟芭蕉搭配 那虽然它们两个都是绿色的 那我在后面呢 我运用一块的枯木 把它做一点点的固定 好 试试看这块枯木 OK不OK 它好像会有一点点动 好 那我用一个细铁丝 我用一只大概22号的细铁丝 帮我做一点点的固定 好 把它拉过来 好 然后呢 因为呢这个石壶兰它本身呢是短短的 所以我们应用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各位爱花扑擦可以看到呢 芭蕉搭配合这个绿色的石壶兰呢 真的只有一个形容字可以形容 它非常的清丽 非常的清丽的感觉 那非常很干净的感觉 那因为我加了一点点的铁丝呢 所以我用一点点的胎给它做修饰 让那个铁丝比较不会这么的明显 好 把它稍微轻轻的修饰一下下 好 那这样子呢我们这个部分的瓶的部分 就已经把它擦起来了 好 那我们这个瓶呢 我们可以把它象征一下 比较有点高的一个植物 高的植物的感觉 或者比较大棵的树的感觉 那事实上呢 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花呢 我们刚刚介绍到 我们可以用一种很文人的感觉去擦它 比如说像这个花在我们日常里面 我们就称它为文人花 或者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形象花 那所谓文人花呢 就是线条简约 然后花材用的品味比较高雅 那花气呢 比较古典 那比较脱俗 那用的花材也是属于这样子比较脱俗的 那具有含义的 比如说这个芭蕉呢 就让我们感受到它的那种干净 清丽的 结白的感觉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哇 整个感觉非常好 那接下来我来擦这个盘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想这样子上下的呼应的一个作品 这个芭蕉的部分已经很美了 那下段呢 我就不要把它擦了太多 好 那我也希望做出一种比较奇特的景 那比如说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呢我用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石头 这样的一个石头 那因为我经过一段时间的 那个清胎的信仰它 所以它就变成这样子看起来蛮特殊的 好 那我想我在这一个花上面 这个上面呢 我也擦一点点的蓝 来跟上面对应 好 那我就不要擦太多的花 因为这个空间实在是太美了 所以我就不要用太多的花去影响它 好 那我们可以从正面欣赏一下它整个感觉 好 然后呢 因为这个 这个 我把这一块枯木是放在一个 一个这个剑衫上面 所以我用了一点点的 青苔来布置它 好 那在后段的部分呢 我就用一点点的叶子 好一点点的叶子 其实 没有用叶子也没有关系 我想 这样的感觉也非常的清新脱俗 我后段呢也是稍微把它的背后 做一点点的修饰 比如说我还是一样 用一点点 把我的剑衫呢 不要 因为剑衫那个铁器 影响到整个作品的感觉 好 那我把它这样子 延伸过来 好 那 各位阿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只是用 这样子一株的芭蕉 那两颗的这个兰花 其实这两颗兰花呢 都是秋石壶 好 我把它才会稍微移开一点点 好 然后来构成一个这样子 跟瓶跟盘的一个 空间跟感觉 那我记得王安石有一首诗呢 他说呢 他在形容这个山花的感觉 他说呢 其实呢 终日看山不厌山 整天都在看山不厌山 他说 买山中西老山间 那山花落尽 山长寨 那山水空流 山至咸 那我想 像王安石一个做到这么 这么棒的宋朝的一个宰相的人 都能够写出这么好的一个意境 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们古代的这些文人 他们饱读诗书 然后虽然在朝为官 但是呢 他们的生活的体悟 跟意象也是非常的清明的 那也可以感受到这些 虽然做官的人 可是他们的内心 其实他们有他们非常宁静 那非常清雅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今天 建有这样的两只的蝴蝶兰 那我们去体验山中的美景 那我们也讲说 我见青山多辅媚 那廖青山见我亦如是 所以我们只要用一个同理心 去面对人事物 我想人事物回馈给我们的 那回报给我们的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很棒的作品 让我们再一次的感受到 我见青山多辅媚 不要青山见我亦如是 我给你 带我去年青山多辅媚 我给你 我觉得这就是 看到你 我给你 我给你 你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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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的第二件作品呢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这边有两个盘 然后一方圆 然后这两个盘呢 它其实是同一个作者做的 可是呢 他们彼此之间呢 会有一些些的不同 像各位爱华菩萨 现在可以欣赏一下 它这一个盘的周边呢 它有一点点很用心的去做出 一点点层次的一种变化 然后有一点粗糙的感觉 那像这样的华菩呢 对我们插花的人来讲的话 所以我们插座作品的老师呢 就特别的喜欢像这种 有一点点这样子高高低低的 有一点点粗犷的 然后有一点粗糙的 这种感觉的淘的运用 好 那我现在想要用这样两个盘 来插两件作品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这边有几只的这个南天竹 好 那首先呢 这一只南天竹呢 我把它插在这个方盘里面 好 比如说呢 好 我现在这样子把它用上去 然后呢 我再把它调得让它有一点点好 那插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阴阳面 我们在这一次都没有介绍到阴阳面 就是说我们在插的时候 其实要注意到它整个线条的尾端 那它往前南方的这种感觉 好 然后呢 我再用这一只 那这一只它比较密一点 我稍微把它修一下下 好 然后 当然呢 我们想说种下草木长 然后落屋绿浮疏 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 那个树木长得特别的茂盛 然后落在屋子里面四面呢 都是绿色的 然后花草浮疏的感觉 它说 众鸟心有脱 无意爱无如 那它说 因为这个树木长得很茂密呢 所以小鸟呢 就有房子可以住 因为它们可以栖息在树下 它说 哎呀 我好喜欢我的房子 因为我的房子呢 不只是可以让我住在里面 生活的过得很愉快 然后还可以披护这些鸟儿们 让小鸟它们都有房子可以栖息可以住 好 那我用了两个这样的 两只这样的南天竹 好 来做一个这个空间 那其实我一边在插的中间 我就感觉到呢 那我可以用这个南天竹来插一个 所谓的斜景化的幽灵夹缝 就是说呢 什么叫幽灵夹缝呢 就是说呢 比如说呢 我们有时候会走进大自然中 好 然后我们会 比如说我现在 要走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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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径中间 好 那这边有一个树林 然后这边有一个树林 然后我人从这个树林中走过 那这个感觉是很有意境的 所以在我们学插花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学景化叫幽灵夹缝 就是人呢 走在这个 两个山 一个大自然中 然后两边都有非常美的 这个林木的感觉 好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个枫叶清风擦上去了 然后呢 让它有一点这样的 感觉 好 我这个给它做一点下断 好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在每一个季节呢 都有它很美的一种风情 比如说我们在春天插花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好多的各种的花正在盛开 那夏天呢 各种叶子就是绿油油的 所以各位阿拉伯特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把这个花转过来给各位看一下下 好 它就呢 各位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感觉 好 它整个是绿油油的一片 好 那很美的感觉 好 那待会儿呢 我在这边 我试试看我快一快的枯木 因为有两个盘 所以转起来会比较重一点点 所以我慢慢的转它 好 那这样子之后呢 好 我放一块的这个枯木在上面 其实我不放也可以 但是呢 加一个这样的枯木 我可以做出一种像山路的感觉 好 反一个方向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像 在自然中 然后一个零硬的一个步道可以行走 好 我试试看我有两块刚刚用过的这个石头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在这个 这个井中间呢 好 我把它放下去 好 再一片 好 那我想其实呢 这也是我很开心可以跟很多爱华菩萨分享的 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在插花的过程中呢 做很多各种不同的创作 好 那我现在再加上这两个石头以后呢 我想我这个井就变得越来越美了 好 那因为现在感觉上比较重 所以我就暂时先不转它 我先把整个作品插好之后 那我们再慢慢的转它 好 那我现在手上呢 这个是小叶的杜鹃 好 那这个小叶杜鹃呢 我给它拿来做下段的花财 那我们会发觉呢 其实我们在大自然中呢 有时候会有一些石头 在某些角落的地方呢 就有很多的石头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呢 他说明月松尖照清泉时尚流 所以有一些石头呢 感觉也很美 所以我用了两块这样的石头呢 去表现山间的这个其实的感觉 OK 好 然后呢 我在这边也加一点点的杜鹃 好 那现在呢 我这两个井呢 就有一点点可以结合在一起 而且有点自然的山井的感觉 好 那接下来我用一些的这个兰花 兰花 因为我们在这个夏天插花呢 最多的就是唯一最可以保存的花财 就是这个兰花 好 那我现在用一些小小朵的这个兰花 来插作在自然的环境中 那有很多的野花野草 好 在这个时候呢 开在路边 好 剪一下这个小花 我们不一定很刻意的说 一定是非要用兰花不可 就是说刚好看到什么花财 那您就可以选用 不过呢 兰花真的是很多 很多人很喜欢的一种花财 那天我刚好去买兰花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的花市有两家卖兰花的 结果我在第一家就碰到一个太太 她也在买兰花 我也在买兰花 然后呢 我到第二家去买兰花的时候 那个太太又来了 我们两个看到了就互相的笑一笑 然后就说我们两个都是兰花的爱好者 所以非常的有趣 那因为兰花呢 它开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一朵小兰花呢 有时候我们供在佛前 然后加上一点绿色的枝叶呢 那它就可以放的时间很长 所以很多人也很喜欢 在佛前供花的时候用兰花 然后我在侧面的地方呢 我再加一些些的杜鹃 让这个井感觉更好 就是小小的角落呢 我都给它做一些些的修饰 好 我现在呢 从后段 给各位阿华菩萨可以欣赏一下下这个作品 好 我把它转过来 好 那因为呢 这个平衡有一点不好 所以我把这个木片呢 稍微放过来到这边来 稍微让它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受重力的感觉 那各位阿华菩萨现在就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 好 我把这个枫叶呢 我把这个枫叶呢 稍微走一下下 好 然后呢 我从这边呢 我再补一点点的杜鹃 好 让侧面的这个地方呢 它不会看到很大的一个剑山的感觉 好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盘的起源 就是因为人很爱这个自然 那我们希望把自然的这个美景呢 移到我们室内来 让我们可以享受 即使在室内呢 都能够体会到自然山景的 所以呢 中国话语最早的原曲 我们说呢 它是源自汉朝的一个利诱盘 在汉朝的那个利诱盘里面呢 它用陶器 然后上面安置陶树陶鸭 然后这就是可以感受到 其实在远古的这个时代呢 当时的人类呢 对于自然就有无限的憧憬跟喜欢 好 那我把这个景呢 做一个这样子 然后我刻意的擦出有一点点感觉 就是像我们的幽灵夹缝 也就是在大自然中呢 然后呢 走在这个幽灵的小镜中 好 这样的一个小镜中 好 然后 然后 两边呢 这个山路呢 景色非常的宜人 非常的美 好 好 这样子 好 让它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借由这个 三花落尽 三藏寨 王安石的这一首诗中呢 去感受到 其实人生无处不清山 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自然中呢 体会到山清水明 都是觉得是无限的恩典的 那愿此香华 天满十方 供养三宝 父华隆天 补讯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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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에요 八丰 steril 阿弥陀佛 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邮政划播 护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划播账号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僧众斋食 素食银行 慈杯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药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生命练士云林观音讲堂 起见梁皇宝燦 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宫勤法务指导僧众主法 日期至9月14日 星期二起至9月19日 星期日至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韦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交友站后面 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生命练士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梁皇宝燦即鱼茄宴口法会 宫勤法务指导僧众主法 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韦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 这是佛陀的心愿 这是菩萨的心愿 只要不断弘扬扬佛法 就会有那么一天 不在乎需要多少年 无畏惧路途多遥远 只要佛法伤在人间 世界有一天会改变 再来要各位大慈大悲了 这只手拿这样要绕 你去过虎牧区屠宅场市场 卖海鲜的 你都要这样给他观想 医院老人院 然后请他们过来 你去过美国 你去过英国 你去过香港 你人去过 所以我希望各位这辈子 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要去一下 你就有印象 你就跟他连线 你每天在家里念大悲咒 你就把这个咒的功德 透过这个心灵的连线 布施给他了 所以你现在在招请的时候 地狱道 鬼道 畜生道 人道 乃至阿修罗道 愿意来参加法会的 通通愿意来 特别各位你去过老祖先的湖牧区 你要去一下 基督教了 我们回教了 我们华人的湖牧区 这些老湖牧区 马上就讲那些 各位要招请 招请 乃至 你在招请 最后还招请到哪里 你的儿子身上 爸爸妈妈身上 也有冤亲在主 他现在在生病了 他最近肚子痛了 他身上的冤亲在主也把他请过来 不要附着在他身上 所以各位要极力的观想 所以我们念十四遍 麻烦各位不分宗教 不分国主 不分众生 只要他有苦 我们就给他请过来 这样慈悲啊 来 咱们在喝什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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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在喝酒 咱们在喝お противisé 咱们在喝啥 优优独播放